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12月12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昨天有一个消息 关注澳大利亚移民的小伙伴 肯定已经看到了 澳大利亚移民局宣布 要对于35岁以上的大龄人士 一刀切,限制毕业工签 这个毕业工签就是针对你去澳大利亚留学 不管你是去读本科还是硕士博士 毕业以后你可以根据你的学历不同 申请两到四年的一个毕业工签 拿着这个工签 你就可以合法的在澳大利亚工作 然后进而申请移民的身份 但是昨天推出这个新政 就是给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改变 就是把所有的申请人的年龄 一刀切,从50岁降到了35岁 就以前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留学 你只要是50岁以下 都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的 但是现在他宣布 你如果35岁以上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你即使在澳大利亚留学 然后顺利毕业了 你也没资格申请工签 你拿不到工签就没有办法留在澳大利亚 没有办法留在澳大利亚就无法办理移民 就等于是彻底斩断了35岁以上 中青年人士通过留学的方式 留在澳大利亚的移民之路了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据说是在2024年年中就会实行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半年的过渡期 但是对于留学移民来说 这个半年是绝对不够的 你读个本科 读个硕士博士 你最少最少两年是肯定要的 你给个半年完全没可能赶得上 所以有些人就可能卡在当中 不上不下的 前面投入的钱也拿不回来 然后移民澳大利亚也完全没有希望了 那罗宾纳书想讲一下澳大利亚的移民新政 对于我们想要移民加拿大 可能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我们按照逻辑上来说 那现在肯定有一大批人 本来是打算留学澳大利亚的 或者已经在澳大利亚读书了 那他们现在因为年龄的原因 无法移民澳大利亚 那肯定要转到其他 他们觉得能够够得上的英语发达国家 整个地球 整个世界举目四望的 好像也只剩下加拿大了 算是比较正常的 美国就不用提了 根本留不下来 新西兰经济一塌糊涂 英国也是要大规模的削减 工签的配额 所以其实也就加拿大 硕果仅存 这么一根毒苗了 还能够大量接受海外的移民 那我推测呢 加拿大接下来的一年 肯定会面临疯狂的移民和留学人群 大部分就是从澳大利亚挤出来的那部分人 那我把它呢 叫做移民挤兑 那加拿大移民局面对这个移民挤兑 他不想提高移民的门槛和条件 也不可能了 加上现在他其实已经在提高这个门槛了 包括对于加拿大高校发offer 他需要一个认证环节 这其实已经在隐隐的提高门槛和条件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2024年加拿大大选 如果这个小土豆下台啊 保守党上台的话 他们肯定对于移民政策 有一个抬高门槛的过程 那两箱一家啊 等于这个浪就更大了啊 一方面保守党肯定是要削减移民配额 提高移民门槛的 另一方面 面对来自澳大利亚 疯狂涌入的人群 他也不得不提高门槛和条件 还有呢 就是有样学样嘛 每家傲新英 他们都是互相看来看去 互相抄来抄去的啊 加拿大一看 哎 澳大利亚你这招不错啊 我确实也只想吸引年轻人 有干劲 有工作能力的这帮人 年纪太大的 肯定不如年轻人能干嘛 那我也推出这么一个条件 有样学样 如果真的这么一来 那真的就完蛋了啊 而且呢 这个35岁的限制啊 对于毕业工签啊 对于留学的人士 其实不仅仅是35岁 你要往前推啊 你比如说毕业工签 你必须要在35周岁之前毕业 且已经递交了你的毕业工签申请啊 那就说你至少33周岁呢 就是要开始读书了 对吧 最短你要读两年嘛 那你32岁就要开始申请学校 递上你的这个学签申请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现在想要考虑 移民加拿大 或者考虑申请加拿大的留学 你年龄超过32岁了 很可能就来不及了 当然前提是这个35岁的要求提出啊 但我觉得这个概率是不低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可以抄的作业呢 就是澳大利亚对于毕业工签的年限 它也是根据你的学历高低来决定的 比如说本科毕业给两年的工签啊 硕士毕业给两到三年 博士毕业给三年 那加拿大会不会也抄这个作业呢 那如果一旦抄了这个作业呢 那就更烦了 我们读书读两年指的是读大专 读研文啊 那如果是本科三年起跳 硕士至少也是三年起跳 博士也差不多 那你这个年龄就更往前推了 所以对于年龄已经过了30岁 或者逼近30岁的人来说呢 警钟要敲响起来了 那受这个可能的啊 毕业工签年龄的限制的影响呢 如果这个毕业工签这条路断了 雇主担保肯定更热啊 你比如说已经超过35岁了 已经在加拿大留学 已经再读了啊 我现在生不到毕业工签 那我只能找雇主担保了 没有第二条路了呀 对吧 你开放工签搞不到 那只能找雇主担保了 或者你通过配偶读书啊 自己申请配偶工签的方式去移民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啊 要避开卡尔加里啊 以及卡尔加里所在的阿尔伯塔省 因为他们对于配偶工签的移民路径 是有限制的啊 这个混合双打比较有难度啊 或者说基本不可能 你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要考虑走雇主担保 可能考虑走配偶工签 去拿身份的路了 那如果你手头啥都没有 只是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想法呢 我建议你最好尽快的开始行动起来 因为年龄是客观的 他是不等人的 他是非常精确的 你过了生日 你满了35岁 就是满了 移民局就是有可能不收你的这个申请的 所以呢 你无论是在境外申请加拿大的学签 或者先申请加拿大的旅游签 然后入境旅转学呢 都是要尽快动起来的 那如果你想要申请加拿大旅游签 但是你比如说护照白笨啊 什么的 那你最好先把美国签证生下来 拿着美国签证 再去申请加拿大的旅游签 然后再旅转学 或者申请学签啊 一步一步快点动起来 年龄不等人 时间不等人 现在这个移民的形式真的是太疯狂了 简直疯狂到要爆炸了 罗宾纳书也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唯有早一点行动 不要等所有人都疯狂了 所有人都涌上这个独木桥了 你再去行动啊 那有可能就又卡在上面了 不上不下 是非常难受的 好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瓦努阿图呢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提供一个快速低成本的海外永居卡 绿卡的申请通道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联系罗宾大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